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我帶給尋找 分燒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 621-1161 Hello Dino 大家好 你們好 來到第二集 《刺文化》 我們給大家看一些東西 醒醒神 我們正在看紋身的學術性研究 這個是鬼妹來的 我相信是 根據她的膚色 她在這個角度比較難看到 我們想看的紋身是怎樣 每天我們的節目都希望不斷有些優質的紋身 對 沒錯 因為上次提到 Dino在澳洲終於成功學師後 過了一年之後 也和秦商師兄溝通了很多 摸受了自己一個喜歡的派別 是的 我們想看這對紋身是甚麼風呢 是否所有紋身都可以用不同的type 或者是去分類的 主要分是舊圖還是新圖 Old School 和New School 這個就是New School 金屬一點 New School New School 是怎樣為New School 舊有的圖或者設計 用新的方法來做 因為以前我們的紋身機已經進步了很多 是的 由以前大家聽到 以前的彈片機 到現在近期 有馬達機 甚至有Syan的出現都影響很大 甚麼是Syan呢 其實是 為甚麼現在多了女生做的 因為女生其中一個入門的困難 就是這部機太重 Syan其實就好像一支筆一樣 是的 因為除了針之外 還有一個嘴巴 還有一個馬達 讓我搜尋一下這個紋身槍是怎樣 Machine 就是Gun Tattoo machine Machine 我初初也很難的 我初初跟紋身人士說 我都是講Gun No No Machine 這些算是新類型還是第二型 很大舊 應該是槍 這些就是大的 這些就是彈片機 你們看到這裡是用一個 這個磁力作用來彈片 這裡不斷是一個電力的接觸點 就不斷地彈來產生這個動力 刺刺刺的效果 刺在哪個位置 在下面尖 這個就是一部彈片機 比較重的 我們就可以 奇怪怪的 就是握手就是病位 那一角仔可以握手 是 是 都不一角仔 特別大舊 有些人 那些就是日本的吉吉刺 這裡有 不用找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摩打機 小的 輕了 已經輕了很多 還有 還有 像筆一樣 那個力度會不同 那個摩打其實在這裡裡面 那就是我們一般叫的摩打機 那再小小的話 就是 再小一點的 就像一支筆一樣 就類似這些 那就更加輕 還有真的拿著筆畫東西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就更容易做 就是這樣 因為輕了很多 因為很多時候 女生的問題 就是手腕力不夠 還有亞洲人的手腕 都是比較弱的 因為你一個紋身都在說 兩三個小時 起碼一節 起碼兩三個小時 其實你的碗力 因為你都很講究 所以你其實初級學都會有那些玩具自己玩 練手力的 那這些墨水呢 我這些不懂就想問了 墨水其實是每一次沾這樣刺下去 它現在已經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都是要沾的 要沾的 不同顏色又抹一抹 就是好像畫畫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是用 在這裡見到 就是旁邊這裡 這些就是 墨水 墨水 那它現在就在練一塊架皮 喔 其實是甚麼動物皮 架皮其實是膠 是膠 其實豬皮就更好 你不怕臭的話 可以跟街市姐姐留一些豬皮 也是一個好的練習 就是留一塊皮給我 是啊 是啊 那時候我都買到熟的 阿姐都認得我 一支這樣的紋身槍貴不貴? 有便宜有貴 是我們大陸的偉大的 祖國 淘寶 淘寶 可能幾十元都有 但是很沒有信心 淘寶還要刺下去 我現在自己用的就是美國機 那就是三百至五百美金一部 三百至五百美金一部 都不是太貴 但我看到它有這麼多 就算這個紋身機 其實已經是 當然 跟槍和車一樣可以自己裝備 自己玩 沒錯 就是個人化 也追捧一些特定的 Builder 我們叫Tattoo Machine Builder 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作品簽名 是的 也有很多收集者 現在你有你自己專屬的外槍 磨劍 我就是鑄劍 我也有磨刀師 是的 他會自己師傅簽名 做多少步 嘩 嘩 這件事挺有型的 打劍 那時候你去到 你學了一年 那時候 你何時才碰到第一次可以碰到自己 自己 我自己是自己的 你是碰師傅之筆 錯錯錯 師傅之筆不能碰 不能碰 我練習的時候都是買些便宜的 HB原筆 我們偉大的祖國就有淘寶 澳洲有什麼呢 澳洲有Gumtree Gumtree是什麼 Gumtree就是澳洲淘寶 哦 是的 那我所有東西 都在那裡買的 入住日用品都在那裡買的 哦 你的設計就像別人學畫畫 你自己買了 是的 那我就教你怎樣用 就有假皮 你可以試 好 那假皮你會不會包在樹幹上 可能你的手 都不會 都是坦平 坦平 坦平 因為假皮都比較厚 厚 厚 我們可以搜一搜 這個就是我初頭 第一次 都不是第一次 是首幾次的假皮功課 是的 就是這個 即是要交給師傅 看 比A加A減 這樣 是啊 就給他看一下 不會講那麼多 A加A減 就給你多了 嗯 還不錯 這樣就沒有了 之後這個都做了出來 這個其實是 頭幾個紋身 這個就是小弟 小弟第一個 嚇人 是的 這個嚇人 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是 是一個什麼人呢 如果你真的第一次問 這個又可以之後再說 因為這個我初頭去澳洲的時候 我想做的時候 我除了後面皮靠 下個店頭之外 我都有後面皮上載東西的 在這個澳洲淘寶今次 是 那我就上載了 我當時很多紋身設計 那這個 這個叔叔叫Martin 就很喜歡我的圖 是 他是在我成為 即是在我那一年失敗期 是 他是問了一個我上載的圖案 在那個 他找第二個 澳洲淘寶 是的 那就是偷圖的 沒有偷圖 他問了你的 他買我的圖 在這個澳洲淘寶 洋人真是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覺得很羞愧 我們 我跟香港人的思維 我一直偷圖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我們香港人一直偷圖 偷圖是一副 什麼 一副 一副 貪小便一輩子 貪小便一輩子 真的 明白 好感動 原來他都住墨爾本 其實這個緣分 可以說一下 那你當年賣多少錢 我忘記了 很便宜 幾十元奧子 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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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都對得高 那時都對得高 那時都說 我可惜我不可能 我幫你不到 我的技巧還未到 但他就拿了我的圖 去找第二個紋身 才紋身 而這件事 澳洲淘寶這件事 是發生在帕斯 但原來他人是住在 墨爾本 那我之後是去墨爾本 才找到 紋身的地方 那他便可以 物理上來找我 那我想問 那我終於見到 這個圖 這個圖是屬於 old school 還是new school 這個已經是new school圖 對,因為它是 呼嚕骨頭 但是有一些 不如說一點 這些是否 日本神道教的 成結 這個圖 師傅給的 我沒有好好研究 但通常這些繩 都是跟宗教有關的 以及這些形狀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紋身主要就是 圖案和文字 兩種元素 我看到圓環那裡 其實那些是否字來的 是否 凡文 很喜歡黑凡文 因為凡文色的人少 所以就算寫粗口 都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這樣 凡文粗口 我沒有 很老實 沒有深切研究過 這個地步 因為那時候是 店舖的template 哦 老闆給你就做了 那你自己 談得對 有人肯讓你問 你就問了 就是這樣 我只是提供一個店舖給你 但是你們 華人店有沒有說 進來當然是文龍 就是我們華人 有一些 我們專屬我們的狗案 是的 當然 不能夠侮辱龍 和龍是真正存在的 是 你不可以以一個 以一個 恐龍 即是你說恐龍絕種了 這樣說恐龍 說龍是不行的 哦 他當然是有龍的 是啊 之後都有文出來的 好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小弟 第一個成品 哦 你自己問的 是的 那就是那個 Martin叔叔 咦 Martin叔叔就買了 不是買這個圖 不是這個圖 這個圖不是我的 這個店舖的圖 但他就認識之後回來找你 喂 喂 幫我問這個 不如就問他 你剛才上一幅就是 那個完成度是多少 多少% 剛才的一半左右 一半 好這個就是一百 這個就是一百 上色 Full Finish 我自己偏向 我也是喜歡做黑色 因為黑色穩陣 和耐老一點 嗯 硬要講的話 是的 都要因應那個客人的年紀 嗯 皮膚狀態 都不太關事 我想問一個 白人是異色色一點 是幼稚的 黑人是難不難的 黑人 難啊非常之難 黑人 不是 除了你 看不到conscious 怎麼看呢 除了你認知 除了你認知膚色上難之外 皮膚的質地也都 是 彈性 它是最差的兩樣東西 是你的融合 因為白人是白色 白皮膚 還有皮質的彈性低 抗針性 就是你打 它們沒有什麼彈性 你指針打下去 抗力低 所以是異上色的 是 我們亞洲人 就是比較硬的 皮 是 會彈的 黑人就是 本身是皮黑而又彈針 哦 是的 就是 兩樣東西 不是的 就是暗黑色 其實挺漂亮的 好像暗花一樣 我也有問過 黑色的彈性 有沒有白色的彈性 黑色的彈性 有 但是 怎麼說呢 顏色 都很瘋 顏色難上 還有 怎麼說呢 功夫要很久才可以 油到一個實的彈性 實的白色 有效果出來了 是的 所以通常都是用在一些highlight的地方上面 就是一些大反光位 一些喜歡做黑色的師傅 就是令到對比更強 嗯 嗯 就先會在最光的那些位置點一下 我畫幾下 是的 這樣 講開澳洲 我就可以講澳洲我最喜歡的師傅 是 講一講 現在都上了神台 這個師傅呢 是個女生 這個是她的作品來的 這個師傅叫Perry 其實是在帕斯 做多久啊 這個叫transitional 我不知道 她以她們的節奏 她們的節奏 她們的節奏也不是我們亞洲人的節奏 就是她們快一點嗎 可以用半年時間慢慢做 對啦 沒錯沒錯 快又快慢又慢 我猜這個起碼都 夾夾不夾 我想六十個小時都差不多了 可能很多時間 我想講一下第一次我 我接觸民生這件事 就是當年我小時候 看這個動畫 這個聖鬥時星子的子龍 如果我覺得 我們日後的民生都可以 我吹谷的時候 就會出一條龍 譬如我的意志 我想要民生的時候才會出現 不想要的時候會消失 那就最棒了 我便會避免了一個 就是剛剛看的時候 是的 譬如我要 那邊拍照 拍攝 我會谷出來 風爛一樣 哈哈哈哈 那時候有 風爛 對了來了 彈了沒有了 我覺得如果進步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民生可以更加多人去接受到 因為太過長久 基本上有很多人是卻步的 真的 不同的 兩回事 因為很多人都是追求那個 就是追求那個決意 那個決心 是的 就是因為 你經過一個過程 你經過一個痛苦的過程 你才達到這個 達到這個完成品 和你的身體融合 將自己身體變成畫布 去留下一些藝術 那這張畫布也不錯 挺漂亮的 這張是很漂亮的 這張是很漂亮的 這張是 這個風格叫new traditional 就是new school old school的new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new的new 是neo 新新型的 全新型 new的new就不是 是new的new 就是新傳統 當然它這麼大 又橫跨整個身體 其實去到前面也有一些 就是它彎位 剛才說的彎位 這個圖你要說 這些位置用得來盡止 這個弧度 你自己的境心 作為一個動物 你適當的弧度 它簡直是把人體的結構用到盡 這裏 那條尾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要很 怎麼說呢 很熟悉的 很平均地表達出來的話 根本是不夠位的 你怎樣在這個flow上表達 你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是剛剛好的 你試一下拿一個可樂罐在上面畫畫 你就知道 你的思維要變成 變成立體 你不可以將你平面的想法 我們國內有一個 我經常跟它說的 強子紋身就是 將平面 完全的平面 在立體的人身上去呈現 去突出一種 我們祖國最強的一種紋身 是 一種表達 我們現在不說了 現在沒有了 看好東西 我們就 再看一集 強子紋身 開一點點給人看 強是哪個強 即是強國的強 當然 紫就是王子環的紫 紫就是王子環的紫 紫的紫 很強 可以說回 就是 除了 市負問題 幾錢 如果要問這個 這些 市負問題 計算70個鐘 是否要計時薪 計算鐘 澳洲計算鐘多 都是計公時的 計算鐘 對 計算鐘多 照計算 大師傅就是200元澳元 那時對七元 然後 沒有那麼出名 就是8-5元 搞半年 可能十幾匹 都不出奇 但澳洲那個價錢很實在 還有這個其實是他們的同行 可能有同行價 即是他可能是模特兒 當然 當然有各樣的 他獻出他的皮膚 是啊 這樣再 到有些客戶 真的說我要賣了 是 還有一件事 講開這個構圖 人不是平面 就是 怎樣可以 為什麽紋身 你講文化呢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圖 都可以用壁畫 或者以前那些虎裏面的藝術 那些東西都可以 應用在人體上面 因為那些都不是一個 紫的平面 所以其實你看很多 舊的 我很有興趣 有些歷史展都會去看 我那次看了敦煌的壁畫 其實很多元素 都可以保留 即是出奇地 保存到在現在的民生裏面 很多畫法 而內容裏面 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回 因為中國的龍 因為中國龍 日本龍 和 講少少 韓國龍 你怎麽分呢 就是一個韓國師傅教我的 就是 就看幾多隻爪 中國龍 你做五隻爪 五爪 三爪 就是日本 四爪就是韓國 就是 紋身裏面 師傅就是這樣分 那時候其實我看過一些書 他就說 其實中國都有分三爪四爪五爪 即是因為他皇帝 就一定是五爪金龍 有些神子就會分四爪三爪 那你說如果這樣分的話 其實就跟中國階級 都有點分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 當年這個談判 我們不知道他們怎樣 怎樣傾成 但是我自己看回 又是 因為現在看到一大堆 其實外國的龍是有翼的 是 他們的龍 是魔龍 是一種怪物 是一種妖獸 是 但我們那個就是一種 吉祥物 是 上天的一種高等生物 神士 神 日本的龍 其實又跟蛇 是有一種連繫的 是 因為八旗 大蛇 其實大蛇 也是代表龍 就是龍 也是一種惡的東西 其實日本來說 龍是屬於妖獸 都是類似的 都是神 日本總之有霸氣的東西 就稱為神 或者強勁的生物 以日本來說 這些就是一些傳統的日本圖 那你們店主要問是中國 還是什麼 中國 因為都是堅抽的 我們華人做這些 這個很典型的日本 三爪 我先轉 好 我們要講一下 我們下一節講一下 第二的龍 接著就虎 有沒有其他的 講一下日本圖的來源 好 我們下一節再見 我們下次見